郑和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的一个无心之举 竟然会害得朱棣失去了太子之位 原来他在机缘巧合之下 洗得一竹极品的双头麦穗 双头麦穗在大明被视为祥瑞之兆 于是郑和立刻将他拿给朱棣 朱棣一看很是高兴 当即决定让布正是胡成帮忙 将这祥瑞带去京城当作受礼献给朱元璋 等到万寿节过后 胡成立刻从京城返回北平 并第一时间向燕王朱棣报喜 说朱元璋对朱棣的受礼非常满意 下官呈上天赐祥瑞 皇上半天没说话 两眼盯着银盘中的麦穗 激动得满眼失泪 皇上把下官照至面前 拉着下官的手 只说了一句话 三个字 好 照 胡成这番生情并茂的演绎 让朱棣很难不多想 句句不提储君 却句句都像是在说储君非你朱棣莫属 朱棣极力掩饰心中的激动 可颤抖的双手已经出卖了他 而此时的马和还在为自己找到双头麦穗一事暗自窃喜 他自认为有如此祥瑞之物相助 燕王定能夺下储君之位 殿下给皇上的事是我从北平城里买到的一尺来尝的双碎麦穗 你说是不是天将祥瑞龙兴燕地筋骨器官呢 听了马和的话后姚广孝怒不可遏 他太了解朱元璋的脾性了 他知道皇上生性多以且洞察一切 就凭你这株从商人手中买下的麦穗 又岂能糊弄到他 所以马和的这株麦穗不仅没能帮上朱棣 反而坏了他的好事 朱棣以双碎麦穗为受理 妖宠之心昭然若揭 祥瑞出在燕地 朱棣是在为自己造势 此话等于是说北平乃龙兴之地 那儿将腾飞出又一个帝王 皇上乃千古未有的圣君洞察秋毫 会看不出朱棣这点小把戏吗 果然如姚广孝所料 在寿演之后 朱元璋很快便确定了储居人选 并命数十名太监八百里夹击 送到全国各地 夺燕王朱棣 北平部正是无城 十月初十五十三刻整 共开此运 并昭示北平所有军民人等 如石城卫道 私自开阅者 众成不代 今此 很明显景河里面就是储居人选 十月初十就是明天 昭示北平所有居民 为了就是让燕王打消邪念 只要五十三刻一到 向全天下公布储居人选 到时候君臣名分已定 你就算还有非分之相 那也是名不正言不顺 所以朱棣的心理是非常挣扎的 但之前胡承跟他所说的好兆头 又让他那颗浮躁的心渐渐平静下来 随后朱棣独自来到马皇后的灵前 也只有在这儿朱棣才能肆无忌惮地吐露出 自己埋藏在内心深处的真正想法 见皇主虚位大明亦待动量 而臣就与北平弹丸之地 如大鹏秋月牢笼 无浩天可以展翅 如蛟龙被于大漠 如沧海可以飞腾 愿母后再天真能够庇护儿臣 与此同时 马和爷找到师父姚广孝 表示已经有圣旨抵达燕王府了 但要十月初时才能开启 可姚广孝却没有丝毫地拨拦 因为他早已猜出 储君必然与燕王殿下毫无关系 转眼到了十月初时这天 五十三刻一点一点的逼近 燕王府所有人的心都提到嗓子眼 城内的百姓人头攒动 城外三十万将士排兵列阵 全都在期待答案的揭晓 漫长的等待终于迎来了开启时间 天堂还是地狱就在这一刻了 宣旨 皇太孙允文 人民孝友 天下归心 一登大位 先立为大明储君 亲此 朱棣十分清楚自己现在的处境 朱允文如此年轻资历尚浅 朱元璋为了提防他作乱 一定会找各种理由将他手上的三十万大局收回 而到了朱允文登基之后 也一定会进行大力的削帆整治 以此巩固地位 到时候自己这个燕王也就成了无权皇子 再无翻身的机会 愿望落空 朱棣大脑一片空空 这位一向对父亲敬重有加的燕王殿下 竟然连圣旨都忘了街 只留给众人落幕的萧索背影 他陷入了最后的挣扎 他不知道是该背负千古骂名进行最后的反击 还是坐以待毙等待朱允文的屠杀 胡承为了给新主子做宣传 强制老百姓做出普天同庆的样子 家家户户必须放鞭炮挂灯笼 牙役正准备给老人来一波正义之法 却被巡逻回来的朱能将军制止 原本就护不顺眼的两拨人马顿时剑拔弩张 与此同时的燕王府内 朱棣已经喝得鸣顶大醉 他细细擦拭着父亲穿过的锁子黄金甲 当初的希望有多大 如今就有多伤心 朱能和张玉将欺压百姓的牙役 带到了朱棣面前 可朱棣的土质让他们失望了 并没有将人斩首示众 而是让他们把人给放了 此时的朱棣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甚至一度有了轻生的念头